仙兵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8月25日 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 不顾中方的坚决反对和一再劝努 执意清闯中国南沙群岛仙兵礁附近海域 并以危险的方式 故意冲撞现场执法的中方海警船 造成双方船只发生碰撞的责任 完全在飞方 中国海警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 对飞方的船只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 现场的操作专业克制规范 一段时间以来 飞方频繁地派出海警船公务船等 强闯仙兵礁附近海域 企图向在仙兵礁西湖 长时间滞留的飞海警船实施补给 谋求实现长期存在 飞方此举严重侵犯了中方的主权 严重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 中方敦促飞方 立即停止侵犯挑衅 立即撤走有关的船只 中方将继续依法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